小环节也不能少 不能少了不能少 也能被弯冲发跳 有啊 9月12日 90后医学博士罗西西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条 带老年人跳广场舞的动态 引起大众的热烈讨论 视频中罗西西站在一众叔叔阿姨们前面领悟 大家跟着鬼畜的音乐左右摆动 大部分动作看起来都十分简单 唯独最后的双手平举单腿站立 有点考验平衡感 而这个造型也遭不少人调侃 这似乎是小时候玩的经济独立啊 据悉罗西西是浙江大学的医学博士 主攻阿尔兹海默病 他经常在社交平台分享一些 阿尔兹海默症的预防和治疗知识 收获了不少人的关注 如今他自创痴呆预防保检操 还现身广场进行领悟 当街是以身作则 吴尔曼纷纷表示 这一定是最有内涵的广场舞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语言功能受损呢 也是老年痴呆的一个征兆 现在呢老年痴呆在临床上 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所以呢早期发现 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呢 是非常重要的 但语言功能的受损呢 就是一个蛛丝马迹之一